目前工地針對地下室滲水的地方在強化 除了在趕快給你平衡穩定以外 也針對讓漏洞開始要來做補強 那目前由我們公務局解鎖在處理這個區塊 能夠確保整個大樓能夠安全無益 所以目前為止看起來經過監測是穩定的 但是我們一定要經過謹慎長期的一個評估以後 確保安全無益以後才會讓住戶回到家 我們住戶住戶的可以再上去跟住戶一起來做一個檢查 然後再做好整體的完整的一個評估 這個建商我們已經把它列為黑名單 所以我們不斷下令停工以外 我們對他們未來一定嚴格管制 不允許再有任何的公安這個事件出現 我們一定是重做 絕對不予寬淡